用最少的分件数做了最多的事 说的就是这款 今日分享变形金刚传世进化系列 V级别白石晴天柱 包装方面高23宽16.5厚8 是一个本系列V级别标准的包装尺寸 这款白石晴天柱也是今年经典线的热门产品之一 包装侧面的峰会也是相当拉风 内包的简陋以后就不再多说 毕竟漂亮国的环保法案属于不可抗力 人形方面整体的身形比例相当不错 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白石晴天柱 背后的结构也很干净 只是背包依旧难以避免 头条的神韵也是相当到位 可惜我这只的面罩有点蹭漆 另外整个躯干前方的分色涂装都还蛮精细 右肩的狮子头下方的鬃毛多少有些碍事 而左肩甲被分成了两层也算是全移之计 至于小臂后方的狮子腿 折叠成这样已经算是合格 另外小腿和脚尖部分也有细节涂装 身高方面不到17公分 和地出版青天柱对比会矮了一头 而和大师级对比 人形态也并没有逊色很多 更像是一个精华浓缩版 重量方面不到130克 可动方面头部转动没问题 由于变形结构还有一点点微小的低头 两侧的肩甲都可以上翻还可以后翻 手臂平举90度没问题 上举和转动也不会受到干涉 上臂的平转能够一周 但肘部弯曲只有90度 比较遗憾的是手腕部分不能转动 腰部转动一周没问题 但背包没有插接固定 多少会影响手感 腿部前踢是标准90度 后摆也超过45度 侧皮则是标准的一字马 大腿平转坐在了膝部上方 能转一周 膝部是双关节 但弯曲也只有90度 倒是脚腕部分也有一个斜方向平转 脚掌部分不能前后摆动 但脚腕接地的幅度非常惊人 另外由于变形结构 脚跟部分也可以做到前翻 手感方面有些关节相当紧 但有的关节又偏松 还好并没有达到松垮的程度 另外白石左胸的盖子可以向外掀开 内部的领导模块也有做细节涂装 配件方面有一对稍长的枪和一对短枪 一对短枪可以拿在手中摆设机姿势 而将小臂外侧的棕毛松开插栓向外翻平 两把长一点的枪可以插接在这里 再拨动边缘将狮子腿内侧的尖爪向外翻出 再将狮子的小腿下翻到底 这就是白石擎田柱火力全开的造型 屁股后方也有三毫米的支架插孔 手头有合适支架的话 摆个浮空造型也是相当拉风 另外狮子头上方的棕毛可以向外掀开 两支短枪可以插在这里 将棕毛盖回去收纳也并不影响变形 而将背包部分向上掀起 内侧能用片状插栓插接另外两把枪 再将背包翻回原位 这个收纳也同样不影响变形 而如果将顶部棕毛重新向外翻出 再将两把较长的小腔插在棕毛两侧 就能还原出狮头炮的经典造型 那么开始将白石擎田柱变形 首先松开小臂外侧的棕毛下翻到底 将狮子的前腿也下翻到底 再将前腿的根部向前翻平 将狮子头部分连滑到外拉到底 再将背包的连接杆歪拉竖起 现在将两侧肩甲全都后翻90度 再将肩甲整体沿根部的轴 逆时针旋转90度 拨动边缘松开插栓 将前胸盖板向两侧翻平 将头部下翻入内收纳 再将胸部内侧零件松开插栓 向外翻平 将这一块旋转180度之后 再重新盖回 将两侧盖板前翻竖起 再将手臂根部盖板向两侧翻平 将拳头部分松开卡位 后翻到底 再将整条手臂旋转180度 再将根部盖板继续上翻 小臂塞入尸头内侧 将手腕部分对齐并插接内侧插栓 现在将两侧盖板向内翻平 对齐插接 前腿根部下旋90度 再后翻盖平 盖平的同时 对齐插接内侧插栓 再将前小腿部分旋转180度 头部下方的棕毛下翻盖平 两侧的棕毛则后翻盖平 重新插接 将后腿根部下翻90度 再将小腿旋转180度 解锁膝部双关节 向后折叠直到卡住 再将脚掌旋转180度 脚跟部分则前翻入内收纳 将屁股盖板向上翻起 拨动边缘 将内部的尾巴翻转到外侧 再将屁股盖板盖平插接 背包部分前撮盖平 插接两侧的四处插栓 再将最后一块盖板 前撮盖平插接插栓 白石青天柱的伪装形态 自然是一只白狮子 整体的风格 依旧维持了王国系列的仿生感 腿的后面会多少有点穿帮 但也可以理解 仔细看 身上还有毛发的立体纹理 主要的问题是 狮子头是个写实的外形 却只有简单的塑料质感 这种反差会显得很奇怪 还有一点小遗憾 就是背部的足毛衔接处 会有色差 狮子形态的长度 大约17公分 可动方面 嘴部可以拨开 但张开的幅度一般 前腿的根部被锁死 只有小腿部分可以前后翻动 当然平转一周也没问题 后腿根部的前后摆动 幅度也很小 倒是大腿根部的外撇相当不错 小腿根部解锁之后 可以前翻90度 至于后爪的旋转和接地 其实也帮不上太多忙 尾部是个动态造型 只有根部可以上下翻动 这样的可动 狮子形态也摆不出太多姿势 还是以战力为主 狮子形态下 将两侧的棕毛 松开插栓前翻 以同样的方式 依旧可以搭载武器 再将头顶的棕毛掀开 就可以还原狮子形态下的武装 综合来说 单论精细程度 肯定比不了 价格高它数倍的 大师级版本 但也已经非常不错 但说到变形手感和流畅度 却远远胜过大师级 狮子形态 虽然面部有些不和谐 但整体感还是相当不错 最后视频录制不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很重要 我这里先行拜谢